新加坡直擊王嘉義進軍環球影城打造萬聖節鬼屋 和Tyson Yoshi出席泳池派對Subsan Show 王嘉義時尚品牌打造的萬聖節IP 成為首個進軍環球影城的華人IP Jackson昨天在新加坡聖桃沙世界海洋館舉行簽書會 宣布首本自創漫畫書面世 150位幸運兒還可以近距離與Jackson見面 和參加晚上舉行的盛大After Party Tyson Yoshi和未婚妻都有出席派對 Jackson職場和嘉賓大玩喝酒挑戰遊戲 派對主題為泳池派對 Jackson和Tyson就成為攻擊目標 被現場數十支水槍圍攻 未落水已經濕透 派對氣氛高漲 吳君如親父夏威夷領獎 慈伴大跳草群舞爪數 吳君如日前和陳可新 飛赴夏威夷出席第44屆夏威夷國際電影節 親身接受焦點香港影人獎 君如倍感興奮之餘 還履行之前承諾 接過獎座馬上走到泳池旁邊 一身夏威夷風情打扮的他 拿著沙槌擺動身軀 腰枝撩人敢跳草群舞爪數 40年來他拍了150部電影 君如在台上發表感言時說 非常幸運能夠在香港電影的鼎盛時期 開始他的職業生涯 從最初在電影中扮演小角色開始 每一個角色都盡力去演 希望在觀眾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 他在角色上創造了個人風格 和編劇導演共同創作 讓他的角色演出變得更有趣 然後更漂亮 最終成為更好 君如承諾會繼續學習 如何成為更好的演員和製片人 五庫橋拍新歌MV被屈出軌 老婆梁少盈說 絕對信任我老公 五庫橋前年和梁少盈結婚 一直恩愛甜蜜 近日兩個人到馬爾代夫度假 兼慶祝Shirley30歲生日 Shirley卻收到匿名私信贈慶 只有五庫橋的出軌證據 Shirley回覆一個表情符號 和一句想看就了事 但事件越演越烈 令五庫橋已被屈出軌KOL的身份發聲明 痛斥發短訊的人是極度自私 並且不負責任 雖然太太叫他不用太在意 但到現在事情發酵 他覺得有需要面對和回應 更重要的是澄清 五庫橋又指出軌和被出軌 是每個人的道德和人格問題 對於經常被網民遺餘 不用做 原來五庫橋正籌備出新歌 他在社交平台上載MV藏照 多謝這位聰明朋友為他宣傳 對於生日被人惡意贈慶 心情平靜的Shirley回覆明州 表示絕對信任老公 不需要宣傳 亦不想影響到雙方家人 44歲胡亨 昨天在社交網 分享大仔Brandon的7歲生日派對 開心熱鬧場面 一眾圈中好友陳敏芝 陳展鵬和善民遊 宇喬和羅力威 林子善等大同子女出席 大人小孩加起來有百多二百人 暑假去完軍訓的Brandon 今次生日以警察為派對主題 生日蛋糕都是警察觸策 一班小朋友就身穿制服到場 現場還安排了魔術表演 及準備兩棲爬蟲動物 讓小朋友可以與小動物互動接觸 與小兒子齊磚間調監犯T-shirt的杏儀 日前被誤傳懷有第四胎 更言之作作指證實她是駝B女 但照片中的杏儀依然簽收 她不捨留言說 這就七歲了 還多謝大家出席Brandon的生日派對 大家都玩得好開心 蔣家文新婚與鬼蜜團再合體 為岑幸妍慶生傳言顏直爆燈 蔣家文早前在日本舉行浪漫婚禮 她的閨蜜團 以賴黨成員張家儀 岑幸妍 朱千雪 和湯樂文 齊齊出席見證好姐妹出家 三個星期後她們又再合體 為上星期三踏入36歲的岑幸妍 補足生日 只是已經移居加拿大的張家儀未能出席 不過四位人妻同框 顏直足以爆燈 壽星女岑幸妍曬照留言 表示沒有這幾位好姐妹 她的生日就不完整 雖然蔣家文結婚時說過 要為閨蜜團改名 不要再叫做二拉黨 但似乎還未決定好新名 不過網民就已經叫她們做 靚太黨 吳欣欣 50歲生日 願望身體健康 和不同朋友開心慶祝及時行樂 自揭乳癌復發的1998年港姐貴君吳欣欣 今日50歲生日 年一來她在社交網分享 和不同朋友慶生的片段和照片 還有兩個寶貝女的敏賀 除了生日快樂之外 網民也祝她身體健康 早日康復 她受訪傳媒時也同樣表示 生日願望一定是身體健康 並會活在當下及時行樂 Natalie兩年前確診乳癌 今年發現癌症復發到第三期 還擴散到淪巴線 她在香港接受了數次化療後 就轉飛去泰國進行免疫細胞治療 她上個月底出席公開活動時 還氣十足精神很好 曾志偉領明星足球隊天津出賽 內地網民不知誰叫高佬 香港明星足球隊今晚在天津 和天津元老隊進行友誼賽 難得連真志偉都現身 韋志豪在社交網上載大隊 昨晚在天津晚宴上唱機的變段 在譚詠麟和眾人大合唱的 切熱氣氛後 志偉拿著咪咪說 何嘉敬也分享與志偉、阿倫、李子紅、王逸華 和張兆輝的自拍合照留言 高佬也在 原來有內地網民不知道高佬是誰 志偉發名不少 包括長佬、老爺、掌門人、曾總 高佬這個匿稱當然是與他身高有關 最新的花名就是153 翻查資料志偉在1988年電影《公子多情》中 他的角色名字正正是高佬偉 音樂人陳明道早前在社交網曬出 和莫文慧和陳奕迅 三人在錄音室玩著手的最新合照 還有他們三人在2018年和2008年時 同一個POSE合照 除了令人讚嘆經歷了十多年 他們越活越年輕之外 也勾起網民不少回憶 由於拍攝現場是錄音室 網民最興奮是 估計他們有新合作 加上他們倆正各自在內地舉行巡唱 網民期待他們互相邀請對方做演唱會嘉賓 Karen和Eason是同期歌手 當年經常在樂壇的大型活動 和攀獎禮上碰面或同台表演 加上他們先後合作過電影《大佬愛美麗》 和《東城西咒2011》 還合唱了該片插曲《外面的世界》 最重要是兩個人不過電 沒有傳過緋聞 所以多年來關係要好 有些人不過電影《大佬愛美麗》 最重要是一個人不過電影《大佬愛美麗》